三個中產黨 今天Calvin 說要講一下宿舍經歷 所以再拘捕宿舍事件 港大偉論堂 你講了新聞的緣起 港大有一個宿舍偉論堂 有一個性醜聞 有一個入住該社堂的X小姐提訴 我先教了母聲 聲音經歷處理 是的 由於入住時的大仙要求出席男宿生留層合辦的聚會 當時男宿生不停向女生灌酒 次序對一眾老手無手無腳 他本人被摸大腿肩頭和手感覺像陪酒女 他又知道陪酒女是怎樣的 我想就算不需要知道也應該知道吧 不是設定一樣 我們可以這樣說 陪酒女都不是經常摸給人 陪酒女未摸得更少 他向一個沒有出席的大仙投訴 人家都沒有先奸他 沒有就回去喝 他説毋倫堂每年都籌罰毋倫節 要求突圍而出 要求該樓層的多名女宿生 一起背對鏡頭脫下空圍 再向鏡頭回眸一笑 女生們僅以手蓋住重要無遺 大家覺得他這件事非常羞恥 就已經向校方投訴了 故事就是這樣 我們利益深度 我們三個裏面都沒有一個是港大畢業 我是科大的 這兩位是中大 所以說肯定這件事 肯定這件事是別人說我們謙虹 我想說這件事跟宿舍反而沒有甚麼關係 因為很多歷史都是玩淫賤遊戲 就是其中一個歷史的個案 但問題是他的意思是被欺凌 他的意思是被欺凌 如果這樣 還會影響到以後入住的機會 因為他會影響到以後入住的機會 再拉遠一點說 就是講回陪酒旅的問題 陪酒旅 如果坐在你旁邊 就不是老鳳比利姆 這是要客觀去說 例如我以前也要陪我老闆去見客 很久之前 你是學校來的 也有老闆去見客嗎 我不是只是做一份工作 我有做過很多工作 其中一份工作是要跟老闆去大陸的夜總會 陪我老闆去見客 然後有些女兒一坐就不是黑臉 而是翹手 翹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構圖 就說你不要碰我 又或者隔壁 這些東西 你肯定是動手才隔壁 我是很不喜歡 那些人不喜歡 就去逼別人自己不喜歡的東西 你反過來 當然有些人會貼在你身上 招貼士 各類各類的東西都有 但是如果你問我陪酒旅 那個案件不能跟陪酒旅的案件說 但請所有男性不要經常在幻想 陪酒旅任你摸 陪得你喝酒任你抽水 這些是男性三人主義的 那是女生說的 但意味著如果拒絕拍攝 來年很大機會不獲宿位 這個當然是 我們可以回到你的主題 我只不過是想說給一些讀L 不要經常以為那些讀陪酒旅任你摸 亦都跟一些女性說陪酒旅 都不是任人如辱的職業 因為身生不願配合拍攝 被大仙華當眾渴麻 明言會給他零分 夜總會更差 夜總會有錢收 你可以選擇 這些是沒得選擇的 這些是離譜的 其實我覺得這是港大制度性的問題 HKU絕對有這個問題 你覺得是嚴重過其他大住宅? 香港大學是最嚴重的 我們不是香港大學 只是擺明是這樣 原因是因為我先講一個Structural 我讀中大 我再講中大和科大 住宿舍覺得是天賦人權 所以住宿舍就是規定了 根據你住宿遠近 或者是你居住人機幾惡劣 例如洗字區又扣分 或者劏房 你可以加分 洗字區你可以加分 住得遠你可以加分 所以如果住得很遠 你肯定會有宿位 而且你就會有四年一宿 即是你續四年的時候 你就最少住一年 周顯大師你這個實在太遙遠的年代 不如由我講 因為我可以直接接觸 我稍後再講一個科技 第一件事 因為大學三、四之後 宿位很短缺 現在四年半宿都未必有一個保證 有些書院可能四年都沒有住宿的案件 都有 第二件事是甚麼呢 其實是一個貢獻度問題 其實港大有些書院都會計算居住環境或相關的事 但它最重要是甚麼 其實中大也有的 就是你對這個學校有甚麼貢獻 為甚麼我們說中大有一個概念叫握縮分 甚麼握縮分呢 就是你上一些很頹的學會 上一些頹裝 你甚麼都不用做 但你已經代表你對學校有貢獻 你便會加縮分 但港大跟中大最大的分別是甚麼呢 中大是衡量你對學校的貢獻 港大是衡量你對宿舍的貢獻 所以為甚麼宿舍文化會相差那麼遠 因為那些人是完全對宿舍沒有貢獻 都可以住在一個宿舍 當然他們也不會很合群地去參與 或者建立一個人 你是有了這樣的選擇 但港大因為很多的學校都強調你對宿舍沒有貢獻 那麼隊伍或學校都不會相差很遠 我再補充一句 就是我所知 我都認識很多港大的美女 美女基本上是實得的 所以的確是有這樣的成份 美女入宿是百分之一百得的 我見到港大給港美女 蓋醜那些就是真理好大貢獻才行 我說回科大 都是遠古時代的 我讀書的年代九十年代 情況很不同 因為一來當時科大新 我第二屆入讀 那變成是開頭幾個很少人的 所以開頭幾個基本上你申請得到的話 即是你肯申請的話都有宿舍 那慢慢 我科大就浮了多然 那又到碩士 又在那裏教書 之後教了一陣書 當學生比例越來越低的時候 越來越多學生 要爭這些宿舍的時候 他們就要提出資源分配問題 就會開始訂立規矩了 那麼科大開頭的做法 都是傾向是 放很多下去 住在那裏 所以 即是 上有政策下有對責 你說住得遠的 那些人不是會傾向 我住天水圍 我住屯門 住屯門 整個傾向 就是有優先的 那就會虛譜地址 但是 分別是什麼呢 分別就是 因為這些相對 沒有那麼多主觀因素 放進去 的時候 就不會有些 大仙 或者老鬼 那些可以 用一些人為 去 因為是他主宰的分配之源 就由他去設定 所以其實對於 科大開頭的風氣 都很不同 科大開頭 是很沒有 科大開頭 就是我那個年代 還有 都有人屈蛇的 那些人屈蛇 是 譬如我自己的同學 不要說我自己 譬如我的熟朋友 那他有分男生 男生和女生 然後是同學生 然後是同學生 是的 因為科大開頭 大家知道科大開頭 其實他是男女同宿 但是就不同層 那可能沒記錯 是四樓就是女生 不是中大都有 七樓就是女生 其他是男生開來的 那基本上 你一是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那基本上 樓下就每個人都可以進去 那不會像有些科大開頭 成棟男生或成棟女生 你成棟女生 你走個男生進去 那便會檢查 要登記 要有九十多人 那進去的時候沒有問題 那基本上 那個風氣是 很 很 很資本主義 就是很個人主義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又不會說一定要 要做些什麼 煲糖水 我跟Michael Sandow說 有一個科大開頭的例子 他說有一個女宿 如果男生可以進去的話 你給錢就可以進去女宿 過夜 我這樣說 你講很多年前 老蕭的大女堂說 你的大女堂說 因為她是讀 她是讀那個叫做Wesley 她是Wesley的 女校來的 春來是名校美國的 她說給我聽 她叫Wesley 所以她說哈佛和麻省理工的學生 可以進來Wesley的女生宿舍 而波斯頓U的就不行 即是一個階級觀念 沒錯 因為他們是這樣的 因為他們說 廁所 比如洗澡的廁所 其實是男女共用的 所以你出來走出來的時候 那一刻你已經要穿完整 所以進去 基本上很容易去救女 但問題是 規定了還是這個好理 科大那個年代 譬如四樓女生搶的話 當然不是 如果屈女生搶的話 我的朋友 屈女生搶的話 就上五樓洗澡 洗澡就下回來繼續屈 但中大是很風險的 因為鴛鴛蛇被人打 我不知道 這個都是遠古年代 就是永久就不可以 即是即晚決心 加上永久就不可以再申請宿舍 我就告訴你 當年的執法是怎樣 其實都不太鼓勵這件事 但是 就是整個風氣 除了沒有很硬的規矩之外 其實那些鴛的姐姐 即是有些管理人員 又或者有鴛鴛 即是有些是 可能是一些老師 或是怎樣 即是負責監 那叫什麼 什麼監 社監 社監 宿監 宿監 是的 但當年那些鴛鴛 是只眼開只眼閉的 即是見到男生鬱女生鴛 沒有問題的 大家很愉快的相處 即是很不像沒有那個階級 又或者你是不是自己人 即是你走進去見到你 見到你幾次 即是拍肩膀 會吹水 就沒有什麼規定 即是選擇的條件 就是很開放的 即是氣氛就很融洽 就不是說很多這些集體的一個 Horl Spirit 即是你是不是我自己人 Horl Spirit 就沒有這件事 我讀那年來比較差一點 我讀那年來比較差一點 因為比較一些兒子 比較溝通不了那些 到期心會比較強一點 如果大家個個都是這樣 我想應該就沒什麼所謂 是 我覺得這個風氣 其實可以引生到 學生的背景 和他們出來工作的時候 都是有這件事 港大的那些 我就算是沒有讀過 但我教過港大的 但是他們裏面的 是相對比較團結的 尤其是覺得自己的精英 都是 譬如到今天來講 讀醫 讀法 可能都是中學背景差不多 那個階級也差不多 到他們出來工作的時候 都是相對團結的 你那件事 其實有些東西 有些大家覺得是漏襲的 它是有它的社會功能 即是軍隊 但是我都這樣 亦都是這件事 即是說 制度會衍生到 你必然會有這樣的後果 你會有些好處 一些壞處 如果港大的制度 如果大先有這麼大的權力 就必如會導致某程度腐敗 這是很明顯的 即是一個制度性問題 亦都證明了 你讀的經濟學 的確是能夠預測到很多東西 不是這樣 看看腐敗在哪裏 例如我剛才所說 中大的資料方式 是在學會上 就在學會上腐敗 會有很多那些 台語的學會 什麼美食學會 不要說 免得罪人 有些學會可能一年去吃幾次飯 就當作一個學會 有些學會就一年搞幾次旅行 大家圍內去 就叫一個學會 這些當然在我眼中就是腐敗 其實腐敗是一定會出現的 只不過就看看監察的機制 或者分配的制度 是在哪裏出事 這次就到這裏